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没有突破回到去上方 那我在上一期影片有提到了 如果说这个比特币他是可以突破 回到去两万八的上方 就是这一个头肩顶呢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失败了 就是下跌后他回到去上方 他就是不成立了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的 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阻力互换位 这个是我在上一期影片也是有提到了 那现在的这个比特币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都是位于这个位置去盘整 你看在这个箱体里面 那所以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了短线的操作 就是在支撑去找做多的机会 在主力去找做空的机会 那现在的这个比特币 要去注意的都还是这个27800到27900的一个主力位置 不能回到去上方 如果回到去呢 那也就代表说这个上涨是非常强势 可以回到去之后再继续的往上涨 可能就来到了这个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力位置 那我们打开这个Fibonacci从顶部拉到底部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他真的是可以突破 那也就是突破了这个0.382的27808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他真的突破回到去上方了 我们就能看到0.618的29000 还有就是上方之前的一个做空的一个主力位置 好所以比特币的天图现在很重要的位置 去决定接下来比特币的方向 就是这个主力和这个支撑了 那这个支撑是挑战了超级多次都没有跌破的 那就是为了一个超强的支撑 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他依然还是没有跌破超强的这个支撑的话 那上涨的概率还是有在 但前提是他必须要回到去上方了才成立 那如果说还是没有回到去的话 那他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个盘盘的够久之后 再来出一个方向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的4小时图 我在上一期影片其实都有告诉大家了 在这一个位置没有突破 接下来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位置 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26600 我们回顾上一期影片 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你要找一个做多的机会呢 那最好你还是等他再次的去挑战 这个很关键的支撑 26600这个位置你可以去留意的 那我们打开这个Fibonacci 从底部的这个位置拉到顶部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他再次的往下去探 26600然后碰到了这个0.618 插针回到去上方 那你可以在这里这个位置考虑去接这个多 为什么我在昨天就有提到了 千万不要嘴掌 那如果说有这样出现了一个做多的信号呢 你可以去留意 因为他在这里是一个天图 很关键的支撑主力互换位 我在我的VIP群也是有提到 这个分析师有很多VIP 可能就是没有耐心等他再次的挑战这个26600 因为他们是害怕错过嘛 那其实我是在5月15号的时候 我就有画了这个 只要他接下来下跌 再次挑战26600 我们就可以去解脱 那我们来看 就是在这个时候5月15号 我就有提到了 比特币如果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才会考虑做多 符合看涨的一个信号 就是在这里 那如果说他在这里 获得了支撑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盈亏比的一个操作 而且是一个很强的支撑 也没有跌破前低的这个位置 好 这个是我VIP的带单群 昨天晚上10点42分的时候 就是有分批去做多 在26750和26600这个位置 因为他其实是测试了好几次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做多信号 那我就告诉团队 其实是可以去操作这一张单的 那止损就设置在26400的位置 而目前是已经到了一个指引山27400 你看目前就是到了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如果说比特币可以突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阻力位置 那我们将会继续看涨到上方的这个阻力位 这个上方的阻力位置就是在27800到27900 我提到的这个位置 也是刚才天图提到不能突破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他突破了将会是强势的上涨 那这一个头肩顶就不成立了 刚才天图就有提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去留意这个阻力位 而且这个阻力位置是之前很强的支撑阻力互换位来的 你看在这里这个位置 这里是形成了一个夹突破 然后就往下跌了 所以这一个位置是不容易破的 大家要去注意 而现在你需要注意的是前高的这个阻力位 那接下来前高阻力位如果是没有破的话 它将会在这一个位置形成一个相体 我这个换一个颜色换一个蓝色 在这里如果说它是不破 那它将会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来回的去震荡 你看它之前在这里 26600或者支撑 然后上方的这个阻力位置现在还是受阻的 所以我们要再留意它会不会再次的测试 如果说它是再次的没有突破挑战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留意它会不会走出这样的一个双顶 然后出现了一个M 那如果说M接下来跌破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是还没有成立的 只是说一个预测 预测就是它接下来下跌的位置呢 就会在一个25657 前提是它必须要跌破26600才可以 没有跌破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多加留意 那我第一个会关注的主力位置就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是在27552 那接下来下一个的主力位置就是在27800到27900这个位置 如果说它突破了回到去上方了 那就代表了这个上涨真的非常强势 将会开启一波的上涨 然后可能就是我提到的上涨到一个29,000的一个位置 所以现在要如何去进行这个操作 现在你要去注意的就是 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会不会跟之前一样出现这样的一个做空信号 就是上涨了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再次的回到来下方形成一个假突破 就跟之前这里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找这样的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了 然后下方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里 其实在昨天一小时 它确实是有很好的这个信号 就是在这里 你看它其实是挑战了好几次都没有跌破 1234次了都没有跌破 而且在最后一次的时候 你看它是直接强势反弹的 假跌破了回到来上方 然后就突破了前高的这个蜡烛 接下来就往上去涨 就涨到了现在的这个关键位置 这个阻力它只要是不破 将会再次的开启这一个下跌 然后再次的去挑战这个支撑 那如果这个支撑还是不破 那真的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了 点击加入点击社群就可以进入我discord的群组了 接下来是带你飞的两周年就在6月份 你使用我的连接并且开始进行交易一个月 符合条件呢 就可以参加这个直播线上抽奖了 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奖金奖励等你来赢取 那我们下去看以太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的天图 以太是支撑在这个1783的位置 这一个位置是跟比特币的26600是一样重要的 它是挑战了超级多次都没有跌破了 尤其是最近啊你看都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放大给大家看 你看在这个位置都是插针的收回去上方 现在的以太你要去注意它会不会突破 然后回到去上方 如果说它接下来天图是回到去上方的话 那代表了这个上涨依然非常强势 因为这一个位置啊 也是很强的支撑阻力互换位不容易破的 那如果说它不破才有这个机会再次的挑战 1783跌破 然后看到1720这个我之前一直提到目标价位 如果它是突破回到去上方了 那它将会开启一波这个上涨 将会上涨到之前这一些前高很关键的阻力位置 现在我们就要去观察它接下来的走势 现在都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去盘整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的一小时图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一个位置是很强的一个阻力位置 就是在1833到1836 所以它是不可以突破回到去1840的上方 那如果说回到去上方了 这个上涨将会开启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留意这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区域 因为我之前就提到了以太币真的很长都是形成这个箱体的一个震荡的 好这个是我的discord会员群 那在昨天的3点46分我就也提到了以太币箱体震荡 没破阻力也没有创出新高 1836的这个阻力做空可以拿着 跌破也可以看空 后来发了图之后 它是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那我就提到了 如果说有这个空搭止损就可以设置好 如果假突破回到去上方的话 那就止损平常离场 然后也有提到 你看这个比特币正在挑战26600 那这个以太币我就有提到了 可以带飞晶 因为它就不断的往下去跌 跌到了这个接近1783的位置 我就有提到了1783这个支撑 那如果说到了这个支撑跌破空单就可以报警 但它却在这一个位置就是获得了这个支撑 在这里1783是我很关注的一个支撑位置 因为在天图我刚才也有提到了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以太币要如何操作 还是一样的 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以太还是没有突破 这个阻力位置 没有回到去上方 还是一样就在这里 形成了一个假突破 再次的回到来下方 还是没有突破 跟之前一样的你看这一些 一样的没有突破这个阻力位置 那你都可以考虑在这里开空 在这一个位置开空主要是盈亏比真的很好 那你看在这里这个位置 你在这里去开空 那你的止损就可以设置上方 可以在一个0.638 就是一个11点 那你的这个盈利空间到1783有一个52点 你看这个的比例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盈亏比 那在支撑的位置去接多就跟比特币一样 支撑你可以对重去接这个多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看止损设置在这里 然后你的这个盈利呢 就是设置在这个位置 其实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你还可以决定要不要分批 分批去拿这个指引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就是在一个箱体里面 只要在震荡的行情 你不要在中间的位置追涨杀跌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亏损的 因为震荡的行情嘛 它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区域里面震荡 只要你是做好你的常位管理 还有就是有盈亏比好的一个机会 才进行操作 其实才是最好的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是还没有出一个方向的 接下来到底是会强势的继续上涨 还是继续的下跌呢 我们都还是要等这一个盘整的一个行情 走完了接下来出了这个方向 才有明确的一个方向 好所以现在只能一个短线的去刷 那如果说真的要拿趋势单的话 你必须要等它突破或跌破 去离开这个区域 那如果你是在这一个位置去接了这个多 那当它突破了 你还可以加长你的多单 继续的拿着 看它可以涨到多少 哪一个趋势单 那如果你在这个阻力位置 你去做了空 它接下来下跌跌破了 你还是这样可以去加长 你这一张刀继续的拿着对吧 最重要的是你只要有做好你的仓位管理 就是你的一个风险管理 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些的话 那你可以到我的这个YouTube的Shot去看 那我的Shot呢 它不能有完整的影片 你们可能需要到我的IG 还是小红书呢 去看完整的影片 因为Shot只有一个一分钟 好来到这个首页 那你可以就是去寻找这个技术分析 那还有就是这个教学系列 这一些教学系列也是很重要 尤其是这一个 新手很容易报仓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你不懂仓位管理 那这一些都是很重要 其实在币券 我自己本身是70% 心态和仓位管理 才能在币券里面去存活下去 才能混下去 那30%是技术分析 好那我的影片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哦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